看着朕 陛下 陛下说好的信任呢 你竟敢当着太后的面焚烧礼器 有命阿金来提醒朕 说吴淼嫌有异动 朕还以为 你早就猜到了 若我果真接受了凤位 太后才会怪罪于我 还有 菊儿还没登场 陛下又怎会拆台呢 你是笃定太后和朕 会将这出戏演下去 不会对你怎么样 朕还没罚你呢 我又何错之友 明知吴淼嫌危险 还随他进昆宁宫 不要命了 陛下非但骗我 还让子平也瞒着我 那您这样做 是民君所为吗 皇后为人诚实 不善为事 你呢 又过于心软 陛下 不准辩解 这件事 你也不要怪罪因死善 是朕 命她保守我这个秘密 若我果真出了什么差错 真的被堵死了呢 不许忽怨 朕不准你诅咒自己 朕也一定会护你平安 可陛下连臣妾都利用 您真的是 是 现在你知道 往日被你利用 朕的心情了 朕自小耳濡目染 朝堂也好 后宫也罢 众人的那些小把戏 朕从来不放在眼里 若真要算计 怕你连骨头扎都不舍 可是朕 唯独不想对你用这些手段 此间 朕从不缺女人的侍奉 更不需要虚与为一的笑脸 朕要的 是你真心相待 没有一丝的隐瞒和欺骗 你明白吗 陛下 那陛下这么做 皇后娘娘她 更重要的是 我要的答案 她已经给了 皇后娘娘说什么了 陛下 还有一个人 朕知道 你是想替吴氏求情 待朕回来之后再说 陛下去哪儿 汉王起兵谋反 朕要御驾亲征 皇后 你在发热 别靠近我 我看看 你们只是控制住了京师 大明各阵兵马百万 天下还没有握在你们手里呢 皇后对你们还有用 去请太医来 是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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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就是你了 你竟然还护着她 真是天下气温 皇后 她身份尊贵 却以身犯险 若不是来了病方 她也不会染病 此事传出去 也是天下气温 不多我一见 自学思路 大人高官厚禄 前程远大 不也敢冒进 齐险 参与谋逆 不也是自寻死路吗 你我之间 还非好好说过一句话呢 我甚少与人争执 这么说是我的错了 若朱湛基回不来 大明朝换了新皇帝 你 你待如何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最实识的 你是不会替朱湛基陪葬的 一切的磨难 架主我身 我能忍耐 我愿忍耐 只因那个人是朱湛基 尽此而已 可惜的是 这番话 我没有机会亲口对他说了 太医 你 皇后 真是个傻子 好 不 我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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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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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医 这个方子 按这个煎药 织母解高热反渴 子音频传 曹国可除痰疾虑 太医 去煎药吧